本案除了前線的調查以及採索趙芳陽內部清查的結果 都沒有發現有任何的本國人出事洗錢的行為 經管會也就及查合所的資料 盤附本署表示上查屋事實顯示有疑似洗錢的交易 那承判檢查官就允辭認定本案 既查屋有趙芳陽相關人及本國人設有洗錢 幫助洗錢犯罪的一些相關事證 那以上做簡單的說明謝謝各位